老师我还有认识一个巨蟹女 她是没有空窗期 她是在跟下一任在一起的时候 才培养感情 这么绿茶表的行为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有人说跟巨蟹女交往 等于跟十二星座女生交往 因为她们有双鱼座的内线 有双子座的两面 有摩羯座的冷酷 到底为什么这么百变的巨蟹座 会没有桃花呢 其实巨蟹女的桃花 比你想象的还多 因为都默默进行嘛 只是没有浮上台面而已 而且巨蟹女不擅长拒绝别人 与其要她拒绝 那不如先接受 所以她们的桃花 其实默默的一直都有 重点是巨蟹常常会吸引到 跌破大家眼镜的人 比如说年纪大大好几岁啦 或穿着很奇怪啦 或者是黑黑子哪里认识的啊等等 巨蟹座超喜欢试探的 这也是来自于她们的没有安全感 因为没有安全感 所以不担导植入 她们就会透过各种方式 有意无意的想要去探寻 你看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你的答案不符合她的心意 她会默默的伤心 实在是太失望了 她就会跟你断连 对方可能从头到尾都顾你救你 有些巨蟹女接到邀约 她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不要啦 不想去啦 但其实她想要的是 你更殷勤地邀约她 你更殷勤地拜托她 可是有些暧昧对象哪里懂呢 就因为你说不要啦 不想啦 就当真了 你又斩断了自己不少淘宝 她们对前任的好会念念不忘 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你可能遇到下一任 就忍不住拿她来跟前任的好比一比 久而久之 很多对象就入不了你的眼啦 因为你交往的越多 你累积的各种好就越多 那你就会要求得更完美 那就更难不是吗 而且巨蟹座情绪化太严重了 动不动就不理人 或者是情绪一天很多遍 常常会让暧昧的对象 看得一头雾水 我曾经遇过一个巨蟹座女生 她就是因为暧昧对象 一天没回她简讯 她就把人家封锁了 然后最后自己想一想 我好像太过分了 这样好像会暴露 我很在乎她 又把她解封锁 内心系是不是很多 双鱼女跟巨蟹男 哪一个比较情绪化 其实双鱼也很会隐藏 我觉得巨蟹还是比较厉害 巨蟹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 有时候锅盖压不住 快要飘出来 你可以感觉到 比如说她看起来很平和 但是她的眼睛已经开始抽虚 如果别人对她不好 巨蟹座会记很久 那因为她很爱面子 所以她会假装很宽容 那遇到问题 她也通常选择不说 可是她们会默默记在心里 毕竟她不会一开始就跟你摊牌 所以很多时候她一凶 你会觉得被凶得莫名其妙 没错 巨蟹私底下 有可能暴怒哦 那很多人就会被她们的这股焦虑感给吓跑 平常人设很好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不是平常好好的 怎么忽然间生这么大的气 殊不知她平常只是掩盖的很好 压抑的很好 不代表她不生气哦 老师 巨蟹座的暴怒 是会到白目是吗 要让一个巨蟹座露出真面目不容易 那真的是要踏到底线的底线 然后或者是白目到极点吧 所以如果你会看到巨蟹的这一面 恭喜你哦 你应该也是一个奇葩 对 巨蟹女一旦认定你 她几乎都会考虑婚姻的问题哦 可能就会开始想到存钱买房长远计划的问题 会做很多跟你有关的决定 比如说是不是要调整她的工作状态啦 是不是要开始养好身体啦等等 因为结婚生孩子是她从小的梦想 而且她们还有一个强项 就是她们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 所以当她要体贴你的时候 那真是无微不至啊 她们通常可以成为你跟外界沟通的桥梁 而且这座桥梁通常非常温柔体贴热心主人 巨蟹女如果很喜欢一个的话 她是不是可以当小贩 很愿意啊 愿意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她愿意当一辈子小三 是她愿意先当小三再不当正宫 想要一个好妻子就来考虑一下巨蟹女咯 通常她爱你的话 洗衣煮饭烧菜这些事对她来说都是享受 并不痛苦哦 而且她们也是勤俭持家的好帮手 拥有温暖母性的她们呢 相夫教子难不倒她 赶快去追她们吧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